因為針灸在醫學西醫 現在也是有在看 那它其實會把某些部分的水腫 跟神經電位 比如說你有一點抽筋的部分 它增下去 它電位改變 水腫會一下子消 然後本來精卵的地方會放鬆 可是那一個理論上不會撐太久 它撐到你錄完之後 後面應該就會恢復 對 後面並不是說我就 就是還有休息 大概一段時間 對 就是馬上就是要休息 然後準備自己的唱片 所以就是 但是那個經驗真的滿恐怖的 十字路我常常抉擇很多 選擇對頭談笑逢子 選擇錯就坐在那邊 還沒有聲音 哭都沒聲音的哭 其實聲音很多沙啞 很多都是耳鼻樓科的問題 但是如果有時候 找不太出原因的話 其實要考慮其他原因 那我之前有一個四十幾歲的女生 她來門診跟她先生來 先生進來的時候她就說 她太太要看頭暈 說她這個禮拜 頭暈她可能感冒 感冒一個禮拜 然後這幾天開始 聲音有點沙啞 然後她太太都沒有講話 那我就問她太太說 你聲音沙啞是怎麼樣沙啞的方法 她就說 我都說不出來 聲音很像男人這樣子 我想說什麼聲音沙啞成這樣 她說對她診所看的一個禮拜還沒好 那我稍微看一下喉嚨 一看 她喉嚨我們喉嚨 阿的時候有一個懸咬你知道嗎 對 一般阿的時候會正常就平均都抬起來 可是她是歪一邊 就是她一邊有力氣一邊沒力氣 所以她就歪掉了 我想怎麼歪掉 一歪我就覺得這個可能就不是單純的 就是喉嚨的問題 對 這要考慮可能是腦部的問題 好 腦部 對 那我就稍微再看一下她眼睛 果然她眼睛有一點點下垂 看一下瞳孔 瞳孔有一點點比較不等大 好強喔 真的 太強了 這不是正常的 對 這我們一考慮就是 腦幹中風 我們的腦幹中風 所以我就馬上幫她做一個核磁共振 果然她是在我們眼腦那個地方 中風了 塞住了 所以說導致她會出現這個症狀 那為什麼中風會聲音塞 因為一樣就是說那個聲帶 有兩片聲帶會震動 那震動那個東西 控制了神經控制 就是我們腦部的一個第十對腦神經 在控制那個聲帶的震動 所以她那個神經出現問題的時候 她震動也會出現問題 就會喉嚨就會傻 控制不了 我那時候剛出道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12天的連續環島 然後我們就五個人出發了 然後那時候 我們剛好遇到天氣很不好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宣傳活動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下雨 然後我們又是下妝的打歌服 然後出去之後沒有想到 就每個人 所有人都感冒了一回合 然後我自然沒事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好像抵抗力還好不錯 應該不錯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就繼續積著 我都覺得好像要出來又不出來 然後要生病又不生病 然後直到回來 我們又繼續排練 繼續宣傳 然後過了一個多月 我突然覺得有一天突然發燒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 好像要讓它出來的感覺 尤其我就是刮沙 想說把那個毒都這樣排乾淨什麼之類的 結果沒想到刮完隔一天 完全沒聲音 我連 出來都沒有聲音 就是一點點連那個不是燒瞎了 是 完全沒有 然後我就買了那種濕劑 那種消炎噴那個嘴巴喉嚨的那個 我買了濕劑 我那個整個禮拜完全沒有收入 就完全因為聲音這樣 然後我就噴 還聽朋友說要喝棚大海 然後不喝水 然後 以毒攻毒喝水 對 就去喝棚大海 是聽醫生的吧 你確定是朋友嗎 就是這樣 很醜人吧 醫生噴到最後不喝水 他剛剛就說不要喝 這種應該是偏方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就讓他多休息 然後不喝冰的 然後過整整一個禮拜沒有聲音 到這個禮拜剛好 對 或喝冰的 本來就不能喝冰的 他們說特別不能喝 因為 就算有生意也不見得到 對 年輕人就還是升年輕人 我跟你講沒有得過病 不知道健康的科目 對 真的 我有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四十幾歲 四十出頭的一個女病人 那她會來我眼科 是因為她常常眼睛過敏 但她偶爾來的時候就是會掃聲 那後來我就跟她聊一聊 才發現說原來她是一個導遊 而且因為她常常在那個 歐洲的長城縣 對 然後就是去 有時候要集合 然後路上要介紹風土民情 所以她要一直講話 然後她就說 我就說 那你就是平常聲音怎麼保養 她說她其實包包裡面 都會常被那個什麼 然後琵琶膏 還有那種很有名的中藥 有那種離子膏做成的喉糖 對 然後她包包裡面 她就拿出來給我看說 我跟你講我吃了這些 黃鷹出谷 聲音就回來了 對 然後有一次 她就剛好要帶團 去那個歐洲十五天 那她出發前就想說 她很喜歡吃那個麻辣鍋 她就約了朋友 她想說她去要這麼久 半個月 很想念 對 她會想 所以她想說我先吃個過癮 對 把它吃到撐 然後吃到怕 我去就不會想 吃完又去唱卡拉OK 對 然後唱完 她就整個有點卡住 可是她想說沒關係 反正她袋子裡都發飽 反正吃了又黃鷹出谷 我沒在怕的 可是她就發現 她隔天就要集合的時候 就發現有點講不出聲音 然後等到那邊去的時候 就發現情況越來越糟 她就把她那些法寶 就每一個都吃 吃一堆 可是她發現隔了一兩天 就聲音越來越沙啞 還好她團圓也人都滿好 就有的從包包裡面 就拿出一些 就是也是一些偏方就給她 然後後來就也都沒有效 後來就跟她講說 不然這樣好 你去吃那個 天方 對 天方 然後有的時候再加那個蜂蜜 對 她說我跟妳講 我阿嬤吃得很有效 妳也試試看 對 然後她就吃 可是就都沒有效 那後來剛好裡面 有人帶那個消炎藥 就像剛剛那個意思講 就是有那個類固醇 結果她吃得還是沒有效 後來就撐了15天 然後她說後來幾乎都用筆的 對 那回到台灣就很擔心 那拿不到小塊 對 還好她團圓人都還滿好心的 對 那後來就說 我跟妳講 導遊妳回去 一定要去看醫生 真的 對 然後還抱她去看說 看誰很有效這樣 那她就去看 結果檢查發現 她在那個下頸部 醫師覺得她這個地方 對 然後摸一摸以後就跟她說 我覺得妳應該要做 詳細的檢查 對 結果一檢查 居然是 這個癌症現在已經名列在 我們台灣的十大的 癌症的發生率裡面 這個癌算是 算是發生率對的 比較不會有聲音 也會恢復妳比較好 對 她如果妳這輩子 避不了 避得一個癌症 就是甲狀腺的癌 這個癌 真的 甲狀腺癌 沒有 大家就不要 沒有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那個中醫師講的 那個病人 甲狀腺其實就是在我們這個 脖子的最前面 然後控制我們聲音的 聲帶的神經 就是從甲狀腺的後面 跑上來 跟這個 這個叫上喉神經 有兩條 一條是上喉神經 就是從我們上面下去 一條就是從我們 甲狀腺後面跑上來 所以有些人 甲狀腺開 就是重點是 開甲狀腺手術的時候 有可能你就是會 剝到神經 就是你會暫時的生態麻痺 有些甲狀腺癌就是 它可能長得比較後面 就可能會壓到神經 你就會 少瞎 對 這個癌雖然不恐怖 可是但你根本 所有癌都很難發現 對 都很難發現 但都是 常常是因為這件事情 而發現了這件事情 所以這樣算很幸運 是 對啊 因為這樣而被發現 因為有時候 他感謝麻辣鍋 對 喂 那我是紅姐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我悲長班以前 就是得了一個 嚴重的感冒 然後就是喉嚨癢又燒身 然後看很多四醫生 都沒有用 然後媽媽就會給我一點 一些偏方 像是吃龍膠傘 或是吃蜂膠 或是熬煮 黎智 水等等 對 那些 可是發現都沒有用 但是那天晚上就要去飛場班 所以硬的頭皮去飛場班 然後我覺得可能是在高壓的環境上面 然後我就是 因為我們很常要跟客人講話 可是那一次真的是完全就是 講不出話來 是完全是用氣音在跟客人對話 然後我就是用 就是完全是用的 紅姐 那個 那個是嗎 然後 然後你剛好 你講得正經的 沒有 你性感 這樣很性感 剛好是台灣團的客人 然後客人就說 你不要再說話了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你會懲罰我 那你的同學理由 我要出國去玩 是不是 沒有 他其實是很貼心的 覺得說 你就是完全講不出來 就是不要講話了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 大概持續了一個月 然後我也看了好幾次 大概四五次醫生 然後還是還沒好 所以 真的我覺得 可能是在高壓環境 然後還有就是 可能沒有充足的 休息 因為很乾 當然沒有足夠的休息 到一個國家 半日就半日就玩 第二天在飛 聲音越 而且你看空姐真的 日月 還有顛倒的問題 飛長城 對 飛長城是真的 對 一定有時差了 對 其實剛剛講到 這些喉嚨的一些症狀 包括沙啞 九咳鼻育等等 你會 很多人有時候去看醫生 其實也不見得好 他就開始上網 所以有沒有什麼民間偏方 對 阿嬤的一個建議什麼 像剛剛講那麼多 其實你會發現 不外乎就是什麼 檸檬水 蜂蜜水 對 梨子水 梨子水 或者什麼洋蔥湯什麼 你會發現其他的共通點 都是用喝的 我們有時候可能因為感冒 引起了喉嚨問題 你會發現他感冒的過程中 你吃東西會覺得有點苦 喝水覺得有點苦 就是味覺會有點改變 所以其實他加了這些蜂蜜 或者是一些梨子水 會讓他比較好喝 會讓他願意多喝一點 但是你說 真的是因為檸檬 真的是因為蜂蜜 或羊中扮演的角色嗎 其實不是 還是最主要是水分的部分 所以其實絕對要多喝一些 白開水 還有另外剛剛提到什麼 橘子 其實不是說完全不行 但是要取決於 你到底是哪一種咳嗽 哪一種感冒 因為其實一般來說 感冒有分的症狀 依照你的鼻涕或者是痰 比如說有分為熱性的 就是你的鼻水跟 痰是屬於比較黏稠 黃 綠色那種 那這種其實就 比較適合吃橘子 因為橘子是比較偏寒的 就有點像中和你的這些症狀 那如果你是寒性的 比如說你是鼻水是水狀的 然後你咳嗽是 你的痰是白的 這種就比較不適合 那很多人想說 那如果營養師 我現在正好是你講的這些 寒性感冒的症狀 家裡有一袋橘子怎麼辦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可以放在微波爐 或者是烤箱裡面 稍微 對 稍微熱 弄熱 因為其實當然是不要太熱 為什麼 因為在50度以下的橘子 還是可以保留一定的維生素C 因為維生素C 它可以降低我們的發炎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發現 自己的喉嚨的症狀 真的是跟發炎有關的話 其實像 其實就可以做一些使用 可以幫助我們緩解這些症狀 但是風膠還是有些禁忌 就是如果你是很嚴重過敏體質 或者是一旦你感冒 就會容易有氣喘的人 還是不能隨便使用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 awesome 在拍照 我們永遠都獲勒 你們全部都變成的